賴清德台南競選總部 11月4號成立大會 也是全台首發場 破萬鄉親力挺造勢 不過現在卻遭人檢舉 台南總部是違規使用 內部裝潢主打暖色系 秀出綠色政績 大廳擺滿泰迪熊 溫馨有氣氛 但這個地點是跟建設公司 成竹的銷售會館 也就是俗稱的樣品屋 根據台南市政府公務局 自治條例中 樣品屋設置不得作為 樣品屋以外目的使用 去年台南市長黃偉哲 競選連任時的競選總部 也在同一個地方 台南市府表示 業者在今年9月 有合法申請執照 是否違反樣品屋作業要點 要再進一步確認 一切依法辦理 侯游宜在台中的競選總部 可以看到他也是跟建商 來租用這個展示中心 那到底有沒有合法使用 現在也被放大檢視 我們在陳租之前 我們也有去查過 他是已經是有使用執照的 那他也可以作為辦公室使用 那也可以作為店舖的使用 由於各地政府 地方自治條例不同 台中市都發局表示 根據使招用途 競選總部提供商談 接洽的場所符合規定 總統大選不到一個月 任何議局移動 都將被放大檢視 近新聞 蔡電宇宙建林 台中報道 大賊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敬善敬美 靜好新聞